卓西乡12处部落抗疫防护网正式启动了其中管制人员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要管制除了部落居民及必要进入部落工作或服务的人员之外 其他的访客都要给予劝离 卓西乡12处部落抗疫防护网正式启动其中管制人员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 部落居民以及必要进入部落工作或是服务的人员 例如救护车 邮差 宅急便物流 货运等等 其余访客应该要给予劝离禁止进入到部落 防疫期间非必要不进不由部落 那原来的检疫站我们会进阶为是管制站 那管制所有访客随意进到部落的 我们拒绝他们进到部落里面来影响到我们村民的健康 华林县政府指出截至28号为止 华林县已经有21例武汉肺炎本土病例 其中邻近的光复乡都有确诊者 虽然不是在乡内 但是会持续加强各部落的防疫工作 对于外地游客或是登山客只能柔性劝速 看到有违规行为会照相或是摄影存证 再向警方举报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采访报道